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每个人不多的知道是因为那两天他们集中在修行 就是这五个人同时在修一种法门 而且集中就这两天他他全天啥也不干他就在那休息 这个我就能你今天修的怎么样你今天有没有收获 这个就大家真的是就是基本上大家比如说很多大家千里前坐个飞机飞过来的人 都是第一是累第二有散乱还有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缺定力啊 都是被静转啊缺定力都是生活的一些痕迹啊风霜 就是在那有些障碍啊有些障碍啊有些障碍或者有的想见解这个老实 基本上都都是这种状态 嗯你说你你不在修行的状态很少有有过来了坐着飞机下了飞机 坐在这还在入定的状态 知道吗我都哎呀你这个病太有点成很少就知道其二你活了四五十年是吧 现在才开始身心不动每天都灵动的连梦里边都在动 你想三五个小时就马上成佛就不是吃宽散面的是吧成佛是吧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他肯定不可能三个小时能收射他是六根我们平时说六根要收回来收心啊他第一步先进化六根 你知道吧进化进化了六根才能是凝神如果六根不清静神都凝不回来很荒浊这六根什么叫六根进化了不被静转 野根不被向色相转耳根不被声音转是吧鼻根不被相冲转这个都是那些东西啊你不被静转不被怎么叫不被静转呢是吧我们开始是我看见他他怎么了讨厌 他马上那个情绪也起来了第一步是情绪不起来了但是我看见讨厌还是讨厌我没转是吧我还是讨厌啊但是呢慢慢慢慢 众生平等了你的你的野根也慈悲了你不必你不要定义人家是丑的你不要定义那就叫些慢慢因为你在修行吧大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饿啊是你在修行啊开始因为你的野根要转你要不早不被静转吗那人类的所有境界不管这个也什么电影都不是梦境吗你都入入不动是吧那体型动力要停下来啊你看见色相体型动力要停你在野根不被静转吗 你起了个丑是吧邪恶停下来哎明天你就不提了不提不是说你傻了是你知道你坐在这你野根已经平等了你永远是慈悲的假如你看见那个邪恶的时候你不是无奇的刚开始修不动的时候他就是不动的他是死的你知道是个死的不动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他又活起了他就不被境界动静转了那是他意识成面情下 他起心动念以后慢慢就不被境转了这个是个功夫但随着你功夫再往后修一修你的野根啊这个人很恶在那边杀人呢是吧你说我你野根不被境转不是不动是你知道但是你很淡定你的野根看见那个恶的时候你的野根啊是慈悲的然后你很淡定心意起心动力停下来但是你随时准备出手的你去救助的你随时准备救那个弱者的 不是你人家在那杀那个弱者的然后你坐着击击前有的两只手都脆备了然后胳膊也凉了然后咬着牙切着吃然后毛头发竖起来是吧 然后你自己把自己都弄死了是吧你怎么办要把气死了要把人要把吓死了是吧 但是修行者不是说是他无奇了他是他心处如如不度他很淡定他能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事情越大他越正经越正经很冷很冷静不是冷漠啊他不是冷漠的但他随时准备全力以赴的去救助的救助的啊 那个时候你才能全力以赴因为你自己没被静转嘛你不被静转你才能全力以赴入梦啊入那个境界 就像你孩子病了你不被静转你才能全力以赴去陪伴他帮助他解决他那个病痛啊你马上都啊伤心的你孩子住在医院睡这边坐三天以后你在这边睡 是吧累的不是不是你给他其实是倒那边水啊给他顺个范例伤心伤的是吧就被静转了这个这个心是什么刚开始我们的起心动就是六根啊你眼睛看见啥了你耳朵听见啥了是吧不就是这样吗每天你看你伤心啥听见的看见的尝到啥了就是那些时期啊我想咋的是吧我想要这个红的不要这个来的还不是你看见这个红的了是吧 你看不见你还看不会这样乱想呢是吧先把六根停下来是吧不被静转不对着这些万事万物内境外境的时候不起心动念停就是不起心动念了然后你欲望洗漆也慢慢的停下来了知道吧六根就进化了开始清静六根清静了嘛你就会发现哇你的耳根眼根脏的是什么很脏里边那就够多多清理个十天八点二十天的 那种够听力起来你会气脉会疼的就是污浊浊气脉知道吧为什么你你被静转的时间太久了慢慢慢慢静下来不别这个时候六根就开始清静清静的时候你就可以色心为戒你就可以收射内心了刷你的能量就能够坐在那儿如如不动就上座你就能管住自己了我不起心动就不起 六根一清静你就能够凝神了自然的你不动就是不动六根轰浊不听进你凝不回来知道吗你会觉得障碍你坐在这儿一直乱想一直乱想就六根不进嘛嗯所以习气欲望尽量少一点习气欲望怎么改呢绝照到就改你要不要改是不是 你是你是你不你其实很多大家做不到的时候你没改你真的不改你随心所欲习惯了是吧是不是随心所欲习惯了所以不改你知道称恨妒忌抱怨是吧那那那那种习惯了然后呢就是很多语言脱口而出是吧出来没有留半句在嘴里是吧咬住不说 哎就这样慢慢慢慢六根一清静然后收拾内心就容易了嗯一收拾内心不是善不色你色心为戒嘛大臣菩萨就是因为心都不起心动念了还有什么善恶呢他连善恶都不定义了是吧他所以他色心就成了戒略就像持戒他心是个社会嗯所以大家就这么凶啊所以刚开始难时间久了有点就不难了是吧嗯 看你想干什么你要说是想啊让我的感情更敏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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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练下去也是可以的哎发现我能感觉到他什么甚至明天他心念想三的感觉更敏感你训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成就无上真等真觉佛果的话回到空心的话那这些事情就不能管了你又不懂做人呢继续修嗯刚开始是如果气动你就 就跟着话慢慢你起些动你因为你现在有杂念嘛你起些动你慢慢推下来的时候他不会动就没有啊嗯嗯就不动啊就是杂念多就是刚开始如果是说有轻微的震动啊晃动啊气啊就是凡是能感其实有时候能感觉到气穿来穿去的还是有的地方不通嗯因为成人你看我们成人就感觉到气能量很足啊不足啊还气这儿穿一个鼻鼻 就是一个十个月大的小鼻鼻或者七八个月胖乎那种一岁左右前的没有气动的感觉他不会说气穿来穿因为太充足了哎就或者小孩子他打坐或者说他不会说气在里边穿啊哪儿足了哪儿不足他连这种概念他的能量他通打经络比较通打我们随着年里每天他的气脉有些地脉会干了死了已经坏死了就是干就是衰老就是那些气脉已经坏死干 所以气冲即气冲关你静下来的时候有些能量就积聚在某个地方他就开始想疏通疏通的时候这块干了它就开始还踹它本来是正常的从这儿不是行走的但是我们这会有时候干了堵了它就从这旁边踹了它就好像就我们每个地方也是通的只是说它不走它从哪个脉道走的比如我们这个胳膊截断了啊现在我这儿脱了那这个气脉也是通的 它走到这儿它就在拐回来它不是说气脉就堵了它不堵它是比如这儿欧洲都外卖气脉它只是说它不走这儿真正的不出这样的循环因为我们心绪烦乱嘛大家心思细命就它这个气脉纠缠的它就乱码它乱走就是乱窜啊就是窜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时候还是刚开始修行的状态嗯 但是你这个境界比如说我们六个很亲近的人就是说不用手你六个开始亲近了知道吧就靠你妈给你的肉也不用看贴眼你能看到很多的看不见的境界而且身体特别灵敏你坐在这儿这个人身体有三位马上就感应到可能有的是胳膊感应有的是腿感应到了有的是手放在那儿感应有的人你就知道他坐在那儿你马上就感觉就是特清净 安静的人亲近的人敏感的人也能感应但敏感的人太杂乱他思想敏感他受影响所以说话神神叨叨的敏感的人但是如果很亲近的人他就他就表输得很清晰就是因为亲近还有心安静安静静坐在那儿经常还有六根比较亲近的人当他如果一代或者修炼刚开始六根亲近他的感应度就比现在能提升几百万倍就是 别人身上心安脾肺胜他就那些东西嘛这孩子哪块多了你突然坐在这儿你就知道你不用说开天爷不用神通的清静就够了然后明天家里有点山你有时候静下来也能感知到他这个还不算神通这是清静的状态知道吧清静还有舒适有时候舒适也有过休息或者什么都会有清静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状态会丢知道吧你这种最 小说了就是这种状态会会丢失就是有时候身体不好了或者你心很烦或者是这个人人跟你这个反抗你你烦你比如说你要给他查东西这个人特讨厌你啊就特讨厌你就觉得很反感你这种行为哎你也你也很难他有障碍就你就受影响啊都有 你的你的神通就死不出来啊 那我现在就是可以去感受别人还是说最好没有看你感受他干啥就有时候我感受这个人我觉得他不舒服就想给他给他哎他需要吗他需要吗 如果他需要他觉得很开心爱的很舒服那你也是帮助他付出如果他讨厌你这种行为不需要我觉得你也就不要了是需要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 但是这个有个威胁就是因为你还不能全面的知道你只是感应到他那不舒服 但是你不知道他为啥那不舒服哎第一次不知道原因是因果还有或者附体或者什么你不能清晰的明辨的话有一天你会受伤的啊就就可能就你爱错地方他会他就他就他就负在你身上啊就是我要在的你搞搞搞你干嘛你弄我弄我我要你好吧所以但是你必须知道啊他身上弄个啥东西他不舒服啊对吧所以你这个还不圆满啊你这个 而且这个就是光靠说是我能够感知到他身上哪不舒服我来治病还是有限的有时候治不了肝其实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辅助还不能帮他真的彻底治疗好所以有时候对你的消耗也蛮大的啊所以反正我建议要么你帮他治好你有能力治不好你拍拍他然后自己消耗这边有太大啊你继续修 就把修的层次再高一点再圆满一点再帮他们啊或者因为否则你这个会始终侵入在你这个尖端嗯只不过是说有时候感应的清楚一点有时候感应的差一点嗯我建议你继续修禅定令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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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